不要再可怜农村人 农村人有什么可怜的 我觉得可怜的是城里人 特别是城里有车贷有房贷 工作不稳定的人 而在农村我告诉你 田和土地就是你的铁饭碗 你知道吗 你想吃什么就可以种什么 你的田是吧 你的地都可以种菜可以种米 甚至你在家还可以养鸡啊 所以你在农村生活 你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铁饭碗 而在城里就不一样 在城里你任何的工作都不稳定 只要你不是铁饭碗 只要你不是公务员 你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公司 去别人公司上班 你都很害怕你的工作不丢了 你的工作 你的工资再高也没有什么用 你一掉入你一失业 我告诉你 你住的地方都不能保障了 是吧 在城里你租房子也很贵的 你工作一个月 然后你大部分的工资 都要拿来付房租的 是吧 你没有工作 一个月你马上就要 流落街头没有住的地方 所以呢 在农村才是最幸福的 最最安稳的 才最跌翻满的 现在农村人的幸福指数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呢 应该可怜的是城里的那些人 在城里工作的那些 有房贷 有车贷 是吧 还有各种各样的贷款的 去哪里都要坐车啊 这一类人 哪里有一天你没有工作了 你去哪里都不方便了 你连开车你都加不及油 如果你的车加不及油 你就是一个废铁 是吧 你在城里 你去哪里你走路吗 走路也是很远 非常远 你去哪里都是很远的 所以呢 在城里一点都不幸福的 才是最可怜的 非常非常的可怜的 在农村才是最幸福的人 因为在农村啊 你啥都可以种 啥都可以养 是吧 你可以养鸡鸭鹅啊 那也是肉啊 你在城里呢 你啥的也要花钱 你买一斤肉 一二十块钱 是吧 你买一只鸡 就是你一天的工作了 你一天的工作就是白费了 一只鸡啊 知道吧 你一天的工作就别想干了 所以呢 肉也不敢乱吃 不敢吃多 是吧 你在农村鸡鸭鹅 你养大 你想吃就吃 想窄就窄 是吧 甚至还可以拿去卖 卖呢 也挺赚钱的 一只鸡鸭鹅啊 都是一两百块 鹅呢 那不止一百块 我告诉你 有些养鹅 一只鹅七八百块钱啊 啊 人家养的时间长了呢 那上千了 都有 还可以养牛 是吧 一头牛 可以挣一万块钱啊 养一年就长大了 是吧 你养三头牛啊 一年 你卖出去就可以挣三万块钱了 是吧 如果想多挣点钱呢 那就多养几头啊 那这所以呢 在农村才是最幸福的 你在农村生活 就是活生生的铁饭碗 啊 你有土地 是吧 你有农田 那些都是你的铁饭碗 在城里 你干啥啊 你啥啥啥都没有 你啥都没有 都是别人的 啊 只有你的劳动属于你的 只有你的力气属于你的 但是你力气去干活 换来的钱 你还不是要付给别人的 啊 付你的房贷啊 车贷啊 啊 还有如果租房子的人呢 也要付房租啊 是吧 现在租房子的人那么多 啊 如果你 不给房租 那你就留落街头 你有房贷的话 你还不起房贷 那你也是得留落街头 你房子得收回去 所以啊 现在啊 在农村才是最幸福的 不要可怜农村人了 要可怜城里人了 现在